妈,你开始吃也够了吧 差不多了,你还没得行 嗯 朋友们大家好 我姐家的小宝贝 马上就要满月夜了 我姐从店里面拔回来先下菜 又买了一些,怕不够了 我们弄一个野下菜 到时候吃火了的时候就啥吃 超级美 上面这四一只都揪了 姐姐劲的 姐出来了这么一泡子,也该够了 倒水洗一下 够够地有泥了,一定要洗净 再烙一遍 放在小宝里面哭水 这个就是我们山北的湖村 平时我们的豆肉还有炒菜的话 都离不了这个 现在天已经冷下来了 我婆婆是把这个都挖回个 要不然再豆的话就挖不出来了 好,那让我挖,你吸一吸 好,留吧 我去绕四回哈 看起来 他们有这样的车去 可以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做 我今天吃变得一只 弄熟,刘宝娘 切好来的盘子里 再炸点蒜 和炸好的小米辣放一起 小菜已经晾好了 晾得没有表面的水分就行了 把碎翘 全部切好了就这么多 撒上把盐 拌的时候盐一定要多一点 要不然放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拌好以后精致上一阵 让它往处渗一层水 已经十二个一大劫了 接下来把切好的小米辣和蒜倒进来 再放点白糖 煮合一下小米辣的辣味 然后拌起来 也这个小菜是否切记 不能把调料放得太多 放太多的话就盖住了小菜的香味来 拌好了 炒一下鞋带 这点面板就啥肯定可小了 找一个干净的 无油无水的乖乖 吃下这点点我都要吃面的时候旧一点 找这么俩乖乖拌 我伯伯接下来做的是和面 把这个放上一点超美 放上一点沙沙辣辣的 这儿把这儿弄下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关注点赞 拜拜 拜拜